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始终代表着一种隆重 一种凝视感 因为风味口感它是受很多因素影响的 首先是它的品种 地方品种 包括天文物品 符合我们四川这种消费习惯和喷调方式 从留学归来到奋战在家禽育中和高效养殖技术研发阴线 他们将所学所物通通放到鸡窝里 十余年的不懈探索 他们只为将味美肉鲜的高品质天赋肉鸡端上国人的餐桌 虚型育种本来就比较困难 发的时间就比较长 家型育种相对来说时间还短一点 但就是这样 我们鸡的天赋肉鸡也花了十一年时间 相逃时 病人唇咸三尺的鸡是怎么养成的 金字招牌 让我们继续见证川字号天赋肉鸡的诞生 提升品牌价值叫向川字号 大家好 您现在收看的是金字招牌 我是主持音音 在这里 我们与你一起寻找四川优质农产品 关注川字号农产品带来的绿色经济 探寻他们在市场上的成功奥秘 在前段时间 我们播出了香飘天赋鸡味十足 天赋肉鸡养成剂 在这之后 有很多朋友也发来消息 希望能够更多的 更深入的了解咱们的天赋肉鸡 所以在我们的今天演播室 我们就对基于我们四川特色的川字号进行一个解读 我们也请到了四川省学术与技术带头人 四川农大朱庆教授 欢迎朱教授 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您 同时我们要欢迎四川省学术与技术带头人 四川农大赵晓玲教授 欢迎您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二位 那今天呢 我们就将对这个天赋肉鸡 进行一个全方面的了解 马上我们就将通过一个视频来走进今天的节目 据说中国人的吃鸡史已有八千年 最有名的便是韩世外传 形容鸡是武德俱全之物 头上带官是文 脚上有爪是武 敢于搏斗是勇 找到食物能呼唤朋友是人 每天准时打名是姓 所以说 吃鸡也是身份与地位的象征 历来不少地方都出产两种鸡 镜头面前的天赋肉鸡 则是由十余年多方辛勤汗水 和技术结晶的川字号新品种 朱庆教授 四川省学术与技术带头人 从事家禽育种工作四十余年 在他和团队的共同努力下 从2007年起 利用我国优良地方基种的基因资源 运用现代家禽育种技术 经过数个世代的持续选育 培育出了天赋肉鸡配套系 今天在我们的现场 其实也带来了这两个天赋肉鸡的标本 我们怎么来看它呢 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天赋肉鸡属于是一种肉用型的鸡 当然如果说我们在比较适宜的这种环境下 我们也可以把它的上市的日龄往后延伸 你比如说在我们高度的这种 集约化的这种环境里面 高密度的 我们的营养比较充分的这种条件下 那么它的上市日龄大约是在70天 那么如果是放到我们山区去农户来散养 它可以接触草地可以接触果林 那么它的上市日龄就可以延长到120天左右 所以这个鸡呢 它是属于一种生长的周期弹性 还是比较大的一个品种 那么经过我们的饰养的话 它具有的这种外貌特征还是比较明显的 你比如说这个母鸡呢 它是麻语的 这个羽毛是麻语的 对这个公鸡呢 它是红语的 还不一样 这是一个区别 然后呢 它的整个官面是比较红亮的 你看这个官面显得很大 比较有精神 那我们再来看它的脚 好我们常说的这种脚 它的颜色呢是黑色的 我们常说的叫做清静 所以它的上市日龄 以及它的外贸特征 是比较符合我们西兰地区 尤其是四川地区的外贸的这种要求 大家很喜欢 哦就是要看它这个黄麻 还有青脚 这两个是它的一个特别明显的特征 那是不是它是属于我们四川的这种地方品种鸡的一个独有的特征呢 黄麻呢属于是我们四川人民喜欢的这种外贸特征 所以我们在培育品种的时候 往往会朝这个方向去努力 那么我们天府肉鸡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 其实您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 咱们吃鸡呀 平时老一辈人都会选鸡的 选的是什么土鸡 但是咱们今天这个是叫天府肉鸡 所以这个肉鸡跟土鸡哪个更好呢 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所谓的土鸡是讲它的饲养方式土 而不是讲我们的品种 是饲养的方式跟品种没有关系 那么在我们品种比较偏向于这种慢速型的这个品种 这个前提条件下 那么我们的饲养方式如果采用的是比较开放的 它可以接触到外界环境的这种方式 就是长时间饲养出来的品种就把它定义为土鸡 肉鸡的这个口感滋味有什么样的独到之处呢 不过大家应该注意一个问题 我们说那个鸡肉的口感 土鸡好吃 羊鸡不好吃 其实因为风味口感呢 它是受很多因素影响 首先是它的品种 像我们说我们的地方品种包括天火肉鸡 它就是符合我们四川这种消费习惯和喷调方式 然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饲养的时间 日理 饲养时间越长 它的积累的什么鸡肝酸 脂肪酸 方向处氨基酸等等 肯定就要更多 风味肯定就更好 就是说咱们这个天府的肉鸡是完全符合我们四川的饮食习惯 就是按照这个来培育的 就是属于针对性的有一个特殊的这样一个方式 一切符合市场需求 是的 其实关于这个天府肉鸡还是有很多的 我们需要挖掘的一些空间 我们继续来往下看 或许是年轻的梦想 或许是青春的无畏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 邱祥聘教授留学回国之后 义无反顾地投身于家禽育种和高效养殖技术研发阴线 漫长岁月里 同图人让真诚不孤单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 以朱庆为代表的新一代家禽育种团队成员 同心同德 初心不改 他们坚信 不管面前的路途是悬崖峭壁 亦或是狂风骤雨 都要如同一只雄鸡板 不哪语向前 努力与翻阅 能净一寸便净一寸 能净一尺便净一尺 经过八十余年的沉淀传承 十一年的清丽培育 全新的川字号新品种 天赋肉机 应运而生 短片当中我们提到了邱祥聘教授 他应该是我们四川最早的 我们家禽方面的一个专家了吧 我们邱祥聘教授 不仅是我们四川家禽界的态度 他也是全国家禽学科的奠基人之一 长期致力于我们家禽学科的 主要是从事遗传育种 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 那么可以说为我们国家家禽 现代家禽界的发展 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那么在当时的那个年代 邱祥聘教授 以及这一代的前辈们 他们主要公关的内容和方向 都是什么呢 主要还是围绕我们家禽 遗传育种 然后突破一些瓶颈的关键技术 比如说加强人工受精技术 冷冻精液技术 繁殖技术 还有我们的健康养殖技术等等 这是我们他们这一代和我们现在也是主要公关的内容 前辈们给我们铺垫了很扎实的一个基础 那么在我们这一代面对天府肉绩的一个技术公关 我们还在延续 那还会有新的一些公关的方向吗 那是肯定的 因为一个学科它就是一个系统工程 不然要从遗传育种 营养饲料 育兵防治 还有环境控制等等 各个方面都要配套的研究 我们这个团队做的工作也是围绕我们加勤 新品证培育 它的配套技术 来开展方方面面的工作 短片当中提到的一个细节 天府肉绩花了11年的时间培育成功 花了这么久的时间 我们都经历了些什么呢 哪些难题是需要公关那么长时间的问题呢 去型育种本来就比较困难 花花的时间就比较长 那么加勤育种相对来说时间还短一点 因为它的这个叫做什么的世代间隔 那比较短一点生产周期快一点 而且繁殖性能也比较高 但是就是这样 我们鸡的这个天府肉鸡也花了11年时间 那说明这个当中的难度很大 当然按照国家这个评仲审定 它也有它的要求和规定 比如说我们一个鸡的评仲培育 它要分那么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要进行这个市场调查 就确定我们的育种目标 比如说多少天外形是什么 这就是我们要确定的基本的东西 要通过了解咱们四川西南它的市场需求 这是一个 第二个根据这个需求以后 我们就要去引进素材进行筛选 筛选以后就要把这个资源拿来进行繁殖 第三步就是要进行我们新品系的培育 然后来进行杂交组合配套 看哪个做副本哪个做母本 这样效果最好 这三个阶段就至少要花三年时间 然后第四点才开始进行我们的配套系悬育 这是按规定必须四个世代以上 一个世代至少一年 所以说这个阶段就要花上至少四年 两个阶段七年了 七年了 还有后面你培育出来以后 通过四个世代选运以后 遗传要稳定 性能要优良 然后才能够拿来进行中式推广 还要送到国家的性能测定中心 专门测定 测定以后这两个加起来至少两年 你看就九年了 然后后面还要进行这个资料准备 现场审核 还有这个专家考察这个评审 如果通过以后 农业部在这个颁布公告在办证 你说整整至少那是十年以上的 所以一个新品种的选运成功 历时这么久它是有道理的 还要经历层层的这个挑选选拔 所以在接下来可能还会面临什么样的工作内容 我们继续通过一个短片往下看 2009年12月,邦和农业与四川农业大学正式合作,共同开展优质机配套系选域工作,兴建存栏15万套的育种基地,系统开展品系培育工作。 2010年,在确定选域素材之后,进一步开展品系选域,筛选最优配套组合。 2010年到2014年,经过四个世代完整的系统选域和配套测评,确定了配套组合。 为什么会选择到邦和?所以说咱们是一拍即合呢?还是说经历了很长时间的评估和选择呢? 说到这个合作的事,我们现在还印象很深刻。因为我们搞这个动物育种,它必须要有这个研究和育种的基地。 一般我们现在说的是商业育种,就是我们高校它主要以技术依托,然后企业作为育种的主体。 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这个和这个企业的合作。那么选择企业当然有它的标准。 当然首先我们要看企业的理念,它的发展,站的高度,然后它对预准工作的理解。 那么另外就看它的本身的实力和它的资源又是怎么样。 当时本来公司已经正好是建设在带动农户已经出具出行,而且当时的市场规模是比较大的。 所以廖总也是一个年轻企业家,他也非常有事业上的追求。 所以我跟他在沟通的时候就把我们的育种理念和这个目标,因为这个总业才是掌握我们自己的根本的东西。 所以他非常兴奋,所以这样说,我们那我们加强活作。 所以这样可以说是一排结合,双方的需要,我们找到一个好的活作伙伴,共同来推进这样一个事业。 所以后面经过反复沟通,很快我们就达成共识,签订了合作协议。 但是合作了之后,那么帮和公司应该是负责什么样的业务上的问题? 学校有育种的基地,但是就是大概在2000年以前,我们那个基地的规模比较的小。 大概容量就是5000套总计的这个水平。 但是呢,实际上我们在做品种的育种的过程当中,这样的一个规模的话是不能满足需要的。 那么我们自己在本厂里面做的工作,就是把最优良的配套组合给它筛选好,把疾病要进化好。 常见的这些细菌病,这些要很像传播,纵向传播的疾病,全部都要进化好。 打标之后,然后送到企业去,把我们这个性能优良的重群,它的规模扩大,把最好的性能足迹的放大。 所以企业它所承担的任务,就是把我们核心的群体,优良性能放大,形成对市场最大的一个影响力。 所以说它承担的这个任务量也是非常重的。在最开始,我们要回到了跟赵教授探讨这个问题,跟他们合作,就是达成共识非常快的,刚开始一拍即合。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波折?过程是不是也是一帆丰盛呢? 常言说,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趋走。 但是我们非常有信心决心,但是这个当中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因为本来,我们这个畜牧行业,如果说搞育种,它就是一个长线,长线的一个产,短期没有效益。 而且的话,它那个受市场波动影响还是很大。 正值,你看我们10年开始活动,腰善的遇到轻流感。 这个跟我们畜牧力带来了,可以说差一点带来灭顶之灾。 什么帮火企业也受到了非常大的损失。 所以那个时候,这个尿总都心里面真的是受到了,信息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因为亏损了,这个企业肯定都不愿看见的。 在这个情况下,我也跟他反复沟通。 我们也分析这个局势,怎么样来克服困难,不要放弃。 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把我们的技术力量进一步的加强。 给他们在技术上来规避一些风险。 所以我们应该说是,主要是通过我们的反复沟通,为了一种目标。 其实我是觉得,因为双方都充满着前提的一个信任。 即便是中途有一些小的插曲,但是不影响我们这个项目工作,还是有条不紊的在进行着。 所以说,不仅要有好的品种,当然后续也是离不开更好的推广的。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视频。 2021年新年一时,最新一批的天赋肉鸡刚刚出壳,便开始了他们走向市场的旅程。 新年一时,最新一批的天赋肉鸡风化出来,第一时间和企业对接,想成为鸡苗的适用者。 廖永兰,棉竹市复兴镇有花村养殖户,2019年开始进行天赋肉鸡的饲养,是最早的试用养殖户。 棉竹加钱养殖一直是全市畜牧产业发展的重要内容。 随着新一批鸡苗的到达,棉竹市农业农村局和川农大的专家在品种推广的同时,进行现场示范指导。 看这个点料很湿,它这个措施用于生病,特别自身允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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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对,离开这个分别,这个分别就能看出来,确实允菌允菌。 它下来以后,可能下来配机要注意的,要把它重新停留和盘,把它盘上出去。 对,保持它干燥,要蓬松的感觉。 所以说我们在视频当中也看到了,今年一开年,天赋肉鸡已经在做这样推广工作了,算是今年的重头戏吗? 那么推广都涉及哪些? 那么这个推广的工作,首先我们从源头来说,第一,品种一定要过关。 也就是说,随着市场的发展,我们的产品的内涵,天赋肉鸡的内涵,也是不断地在进行更新的。 所以我们的产品它是过瘾的。 那么在这个前提底下,我们的学校,比如说新农村发展研究院, 它一直在把我们的新产品再往外推广,介绍,各种途径。 那么还有我们的企业,像邦和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他们本身也饰养了主代,父母代。 他们的生产量目前也是很大的,所以企业自身也在推广。 当然,我们的天赋肉鸡,作为国家的促勤遗传资源,这个一百多个资源当中的一个, 那么它是一个优良的品种,在全国的范围内也在做推广。 尤其是像我们西南区域的云南、贵州、四川、重庆,因为我们的地域环境都是差不多的。 那么在这些区域里面,我们的地区农业局、市县农业局这个系统也在大力的推广我们的天赋肉鸡。 所以从2018年至今,我们天赋肉鸡的父母代推广量已经达到了65万桃,这个规模还是比较良好的。 那么这样看来,在今年明年,天赋肉鸡的这个推广量会更加的快,更加的有力。 我们在视频当中也看到了,棉竹市的农业农村局的领导也都在参与其中。 那么学校跟政府有这样一个联动的合作,主要都实现在哪些方面呢? 他们应该是怎样的联动情况? 因为我们学校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主要是通过我们建立政产学演这样一个合作模式。 那我们像天赋肉鸡就是跟我们棉竹市、农庸村局和我们企业签建的那个合作协议。 棉竹市这边主要是从政策支持、协助的指导、环境的一些关系的协调,所以做了大量的工作。 这个应该说各级各部门和各位领导给了大领域的关心和支持帮助。 在此我也代表学校、代表企业和团队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所以说一个好的品种,当然离不开一个配套的技术的支持。 除了跟这个邦和合作之外呢,我们还有哪些相关的这样一个技术推广可以跟我们大家来分享呢? 我们在我们行业里面都知道,两种要有两种法。 有好的用力品种,没有好的整个饰养管理配套技术体系,那是不行的。 所以我们这个团队呢,它不仅仅是只搞评仇选运。 还有我们的这个繁殖技术,我们的营养饰料,我们的还有这个疫病防治,包括还有环境控制等等。 这个我们学校都是一个大的一个团队构成。 通过这样一个配套技术以后,我们才能把我们的优良的品种拿来有效的去推广应用, 而且取得显著的社会经济效益。 那么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服务社会,为我国经济建设天真交往, 这就是我们农业科技工作者的责任和义务。 今天也非常感谢二位给我们全方位的介绍了,和让我们更多人了解了这个天赋肉机。 那我们也希望属于咱们四川的穿字好的金子招牌,这个天赋肉机未来能够擦得更亮。 再次感谢二位的分享,寻找优势农产品,传播品牌正能量,金子招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